就在刚刚,日本媒体炸出一颗重磅炸弹 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的朝日新闻称,这场新冠病毒起源不是中国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场病毒的源头指向美国 这一消息传出,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 众所周知,美国正在经历40年来,最为严重的流感 目前已有2000多万人感染,14000人死亡 所以日本媒体怀疑,在这些流感患者当中 极有可能掺杂新冠病毒患者,只是美国没有检测出来 因为美国爆发的这场流感,跟新冠肺炎的症状极为相似 尤其现在,日韩两国,病毒疫情的迅速爆发 让美国也更紧张起来,不要忘了 美国在日韩都有大量驻军,来往十分密切 一旦两国失控,对美国的影响不可小虚 而就在昨天,美国疾控中心也不得不承认 新冠病毒很可能,在美国爆发流行 美方准备效仿中国,采取停工停学的隔离措施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 因为中国爆发疫情,第一个对我们采取封锁的,就是美国 对我们恶意相向的,也是他们 新冠蔓延全球,让中国饱受指责和谩骂 更有趣的是,这几天靠我们取得了,抗议的初步胜利 美国多次执意要派出专家,表示想支援中国 这分明就是来,窃取胜利果实的 中国抗议最艰难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不断对我们的遭遇永远旁观 还处处对中国的防疫工作,说三道四,恒加指责 现在居然想,打着支援中国的旗号,来作响其成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看完这个视频的老铁呢,请赶紧行动起来 转发此视频到所有微信群,一起揭露美国的阴谋 别让他们得逞,一定要转发出去